3号 多名墨西哥部长级的官员 在华盛顿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墨西哥官员纷纷表示 美国如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 将直接损害 墨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墨西哥经济部长格拉谢拉马克斯 在发布会上说 美国如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 必将引发墨西哥的反制 这将对美国50个州的经济 造成负面影响 对两国的产业链 消费者 和贸易相关的就业 都会造成严重打击 墨西哥农业部长 墨西哥农业部长 比利亚洛沃斯也表示 加征关税将大大损害 两国农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墨西哥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宣布将向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 加征5%关税一事 连日来遭到美国各行业一致反对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日前表示 墨方将加强对非法移民的管控 不过他同时强调 如果美方落实加征关税措施 墨方已经有应对方案 同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据悉 墨西哥方面可能针对 特朗普票仓州的农产品 采取加征关税的报复措施 長期根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